下午14点,亚洲杯举办峰回路转 中国球迷鼓掌欢迎,亚洲联萨尔曼赢了 大家好,我是直言,欢迎来到本期的直言聊球 这一期视频呢,直言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亚洲联 聊一聊关于亚洲杯举办最新的一个消息 那么如果你看完视频,也支持我的看法 不要忘了给本期视频点点赞点点关注 你的点赞将会让更多关注亚洲杯举办的球迷朋友 看到直言的视频 接下来咱们就言归正传,一起来聊聊亚洲联 聊聊关于亚洲杯异地的最新情况 那么我们都知道在最近这段时间 关于亚洲杯举办的问题是一波三折 引起了很大的麻烦 那么因为亚洲联在此前宣布取消咱们中国的举办权 导致亚洲杯必须在之后去异地进行举办 那么这件事情的敲定也必须快马加鞭 因为按照规定的时间 亚洲杯应该在明年的六七月份就应该去进行 所以现在去更换举办地之后留给新的举办国家 他们的一个准备时间是完全不够充分的 对吧 那么亚洲联方面也不可能把亚洲杯的举办一直拖到2024年 那么到时候的话和奥运会撞车 亚洲杯就体现不出任何的观赏价值 甚至说有一些国家会二选一 可能会派出一些二队甚至说三队的国家队员去参加亚洲杯的比赛 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大大减少亚洲杯的观赏性 所以在这之后可以看到亚洲联方面是连续出台了很多政策 就是想要尽快去找到接盘的下家 当然咱们也都知道亚洲联方面在第一时间是受到了很多国家的拒绝 那么包括澳大利亚包括印度这种具备承办条件的国家 也都是直接拒绝承办比赛 理由也是各式各样 但是答案就是不会去举办 而其他国家也开始去跟风 这就导致亚洲联方面非常尴尬 那么管赖球迷也都普遍认为 本次亚洲杯异地难度是越来越大 可能不会有任何的亚洲国家想要去接手亚洲杯 但其实就在今天下午 这件事情是突发性的有了一个重大转机 那么对于亚洲联来说绝对是一个峰会路转 让亚洲联主席能够去尝出一口气 那么就在今天下午的两点钟 根据国外媒体路透社的相关消息 目前有一个最新的国家愿意去承办亚洲杯 这个国家就是亚洲的韩国 而且这次韩国方面是势在必得 因为现在想要去承办亚洲杯的不仅仅是韩国足协方面 在不久之前呢 韩国的一个足球活动当中 那么韩国总统也是直接点头 而且直接指示了体育部长去想办法全力拿下亚洲杯 而这样的一个消息绝对是亚洲杯举办最新的突破 而我们也看到现在这件事情已经得到了韩国最高层的钦点 那么总统都指示了 相关方面韩国足协一定会不遗余力 而想要举办这一次亚洲杯 其实也体现出了韩国方面 因为孙星敏他的实力进步拿到英超机缺以后 确实给韩国带来了很大变化 那么他的影响力才促使了韩国方面能够下定决心去举办这一次亚洲杯 所以这点也是相辅相成 而一旦有了韩国队他们的申办加入 那么亚洲联基本就已经高枕无忧了 作为亚洲联主席的萨尔曼也是终于赢得胜利 能够得以完成亚洲杯异地的计划 所以对于亚洲联来说 他们基本会提前敲定韩国方面相关举办权 作为一个东亚国家 韩国确实也有经济实力能够去承办这一次比赛 而当看到韩国能够去进行胜办以后 其实对于咱们中国球迷来说 我们也是非常开心 一方面亚洲杯能够得到举办 而且还离咱们中国不远 那么对于中国足球来说 也是有了一次出去能够长见识的机会 对吧 能够和这些国家去进行一个对拼 那么咱们中国足球才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 而其次呢 就是这一次韩国能够建盘以后 也让亚洲杯彻底告别了咱们中国 让我们不需要再去担心亚洲联方面相关的一些物理要求 那么咱们也不需要去担心 因为比赛会带来一些疫情的问题了 对吧 所以在此以后 咱们也期待着亚洲杯能够得到一个举办 我们也希望咱们中国足球能够在亚洲杯当中 获得一个新的突破 咱们中国球员能够在这段时间 好好地去努力努力 好 那么本期视频呢 就聊到这里 喜欢听直言聊天球的朋友 不要忘了给视频点赞关注 有问题呢 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提醒一些事儿 下期咱们接着聊 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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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乱